对不起 我愧对了你们母子 我知道我实施这一枪 实在是太迟太迟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儿父太太的一面之词 误会了 为了这个家人 也打批不知辛劳的妻子 抛弃了我的亲生偶像 我的儿子蛋家 我征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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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ב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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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为什么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 你为什么骗我 那又怎么样 无论如何你做到了 你帮妈妈扳倒了刘兰芝 儿子 你是好样的 一定要打败她 打败她 妈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今天吃药了吗 我没病 我是这世界上最正常的女人 暴风雨终于来了 比预期的更能力 丹桥 你能听得过去吗 优优独播剧场 张先生 您不是叫张志伟吗 怎么变赵志伟呢 我以前姓赵 现在姓张 天哪 不能了 知道 对不起 您刚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觉得这封信以后 跟董事长立了婚 幕后回首 这是反映了当年的事实的真相 是哪一个缺德鬼 要把这盆脏水 让我太太身上泼呀 我都跟了太太三十多年了 我能证明太太的清白 要不让我出去 跟那帮记者说清楚 张马 当事人都没出来辟谣 谁会相信你的话 还讲不讲天地呢 这个 没办法 对方有备而来 雇佣了大量的水军 从长微博发起到现在 已经上了热搜榜单 点击率已经超过了五千万 还不包括各个轮塔 好 现在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就是叫赵志伟先生出面澄清 只是赵先生 完全相信当年冯太太 心里面的内容 如果她有鬼误的话 早就来找丹桥吧 只可惜啊 当年并不普及DNA亲子技术 对于外面这些情形 太太这儿 我们大家呀 倒是好保密 我现在最担心的 赵丹桥 你给我起来 所有人都在找你 你就躲在这儿喝酒 七点了 赵丹桥 你这样有意思吗 找个地方躲起来 你是隔绝的 想做缩头乌龟啊 我在做梦吗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啊 丹桥 你能不能郑总一下 现在你妈妈 躺在医院里 什么都做不了 她的公司 还有人身安全 都受到了危险 只有你能帮助她 你不是说我逃避 解决不了问题的吗 难道你还要逃避下去吗 蓝桥国际 那是她刘兰之的 又不是我的 所以 要存要亡随她去 那你呢 你又算什么 知道你过不去那里卡 你很怕别人对你的评论 但是不管身世怎么样 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的 不是吗 尊重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活出来的 我希望你可以走出来 变会以前的赵丹桥 好 谢谢你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走了 来 让我先躺会儿 怎么了 加油 加油 你洗澡吧 来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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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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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我来晚了 我准备好了 董事长 接下来的 我来向赵总汇报 可以吗 把股东的资料给我 我要一位一位登门拜访 不能坐以待毙 好 马上拿给您 赵总 据我所知 董事长对这种局面早有防范 专门收集了一些股东们的黑材料 这确实是我妈做事的风格 你知道这些资料放哪儿了吗 你知道这些资料放哪儿了吗 不过我想 董事长也许会藏在家里吧 好吧 谢谢 我去拿资料 明明都是老太太了 还这么地逞强 密码 没有别的可能吧 他的生日也不对 我的生日也不对 难道是 爸爸的生日 怎么会这样 这二十多年 他不是一直咒骂他们 怎么还会用他的生日做密码 对 一好 大蒜 炒心 热 瑤砂糖 丝 切成 生抽 将它 工程 怎么又是第二个 你第二位你还好意思拿出来 你别讨厌第二个 妈妈你别生气了 是我的错 我下次一定得第一 妈妈你别生气了 没脑子的家伙 张妈 我来吧 妈 对不起 我给你做的决定都不好 这次也一样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做 不 我也想赢 是我自己想赢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骄傲 我可以真好 我先不要 你别说 你看我 我还是一个人 我来的 你也好 我只需不做 我今天就会 我安心 我也想赢 快就能赢 我啦 我来的 我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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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表决定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表决情况超过半数的话 董事长恐怕 嗯 说一些我不知道的吧 是 蓝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蓝桥国际的股票份额中 只是冯敬瑶和她的母亲 对董事长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 再加上冯尔夫老先生 现在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公司全员交于冯敬瑶去代理 这么一来 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我们现在需要争取其他股东的支持 对 还有一些国外股东 通知到了吗 要通知好了 那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赵总 再等等看吧 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蓝桥国际有今天的规模 在座的各位都是公股之城 所以自然不会希望公司有什么波动 刘董事长因并不能继续领导公司 而他的独自赵丹桥 对公司的事物又没有什么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 董事长的丑闻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公司的声誉 不仅波及股价 而且与蓝桥国际的价值观相悖 冯总说得对 董事长入院的新闻 以及他私生活的丑闻暴露之后 公司股价大跌了 社会影响极其恶念 给蓝桥国际招牌蒙羞 现在整个公司上下一片混乱 我们急需要一位 对公司了如执掌又精力能干的人 来稳定局势 带领公司继续前进 冯总的夫妻 冯老姓氏 是蓝桥国际的创始人元老 所以冯总 对蓝桥国际的经营理念最未了解 相信他能带领公司平稳过度 很好 如果我能够顺利当选 那么我会继续 现在的人事架构不做变动 以此来进行平稳过度 请大家放心 冯总 我愿意支持你 对 我支持你 赵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们不会来了 对不起 本来应该有很多支持总市长的人 这不奇怪 大家只是选择了利益而已 赵总 下午约了几位外国董事 其中一些 从来没有参加过公司的董事换解投票 对他们来说 只要公司还在 谁做董事都没有问题 赵总 我知道 以您现在的身份去争取投票 是很困难的 但是希望您试一试 说句心里话 兰桥国际花了您母亲一辈子的心血 如果她倒下了 公司也只有您才能保住了 拜托了 您好 请问是夏董吗 我是兰桥国际代理董事长赵丹桥的秘书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呀 对对对 希望您能告诉我王总的准确时间 好 我等你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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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喂 你好 十五分钟时间您有吗 雨 我早上十点钟就跟您预约了 喂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争取到多少了 百分之四十四点三 不到半数还是有很大风险的 好的 叫Lucy订回国的机票吧 接下来听天由命了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总 吃点东西吧 忙了这么久还没好好吃饭呢 我没胃口 谢谢 北美的股份是你的 深圳广州的股份呢 是冯信尧的 江浙户的股份是你的 然后北京的股份是他的 日本的是你的 另一个是他的 赵总 多一块披萨 什么 见鬼吧 就是他 谁呀 连个照片都没有 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 从来不出席股东大会 也不管公司的任何事物 但是奇怪 这个人就拿着这些股份很多年 我妈妈从来不是让他提出任何的要求 不管怎么样 打这个电话试试 赵总 怎么了 我知道他是谁了 谁 看 是他 你打 别打了 他绝对不会站在我妈这边的 赵总 听着 我已经尽力了 出来换总是要还的 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赵总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 你 嗯 露西 喂 露西 你帮我查一下 去年分手旅行 那个陈平平电话 你发我一个 行 越快越好啊 喂 陈女士 你好 我是麦威明夏 你记得吗 哦 小夏呀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嗯 我有些事 想请你帮忙 太巧了 我们俩正在喝咖啡呢 那你过来吧 我们等你 哦 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 好嘞 一会儿见 谁啊 小夏 快快快坐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赵先生 啊不 赵先生 我们查到民事兰桥国际的股东 现在正在选新的董事长 我希望 我希望您可以投刘兰芝一票 小夏 你什么时候去兰桥国际上班了 我没有 我是在帮赵丹桥 哎呀 看来你们姐俩 跟这个丹桥啊 有不及之一 上一次是你姐姐 这一次又是你来说服 哎 你就那么信任丹桥 哎呀 很遗憾啊 我虽然是兰桥国际的股东 但是我一直置身事外 从不参加兰桥国际的经营管理 也不参加股东大会 所以小夏实在对不起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但是小夏 我跟老张生活十年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和刘兰芝的梁子是解不开的 别说他不去参加董事会了 就算是去了 他只能给刘兰芝减分 你知道吗 我刚才已经约好了造型师 我们先走 你要想再喝什么自己给进我账上 哎 稍等稍等稍等 正好我也想剪个头发什么的 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你真的要去呀 你不会是为了继续说服老张吧 不会不会不会 我保证只字不提 真的 那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好 那走吧 哎 老张 咖啡又不喝完 哎呀 剩就剩了 走吧 多年养成的坏毛病就是改不了 走了 赵总 我观察你很久了 为什么每次你喝茶喝咖啡 都留四分之一啊 都留四分之一啊 来 两位请生了 哈啰 美女你好 你要洗一下头发吗 不用了吧 他们还喜欢我再洗 好 那你就先随便带一下 谢谢啊 谢谢毛病 哎 好 哎 你需要修剪一下吗 剪就算了吧 你给我吹吹就好了 张先生 你既然来的话 还是修剪一下吧 这样更精神 是吗 哎呀 小夏让你修一修 你就修修吧啊 好 那你就帮我修修吧 好 再等一下 你居如你修改吧 你修搞的 她说我是平时这么贴头皮 就是怎么弄你给他弄 你再帮她捅一下 吹得满满一点 这样子能给你 我应该把头发拿去做DNA 我突然有急事 我给忘了 我得先走了 晓夏 你不是来改变造型了吗 咱们说走就走了 我刚给忘了 真特别着急 那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你要走了 拜拜 老张 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是这样风风火火的 怎么不明白啊 不过这孩子 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会不会走不过这孩子 然后我会走不过这孩子 不过这孩子 不过这孩子 天哪 怎麼會有這麼乾淨的手腳 一根頭 一根頭 我們找不到 那我们集中的 来 来 来啊 在呢 我去找什么 你给我 曼谷 出发的 比重的 当时晚安 禁止便宜 达到 但是拉扣 请问我们 右边 我们对我们来 有事 就是 转发 有点 大脾气是够变态 这么洁癖 头发怎么就这么难找 真是乖乖 变态干什么 你是变态吗 你突然从我身后跑出来 我变态 你一个大姑娘叫跑人家家里 还上了我的床 你才变态 你翻来翻去的 找什么东西 那个 我 我 我看到你们家这个床单挺好的 这个条纹 我喜欢看看这个什么样的条纹 我特别想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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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是 是吗 那 那我还能想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你要不要吃饭 我给你做饭 你太奇怪了 我想验证一下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你 你才奇怪 你那么ая手啊 我给你带我个人知道 你什么人会在做什么 你会想说 我簡単要走 是 这期还是 我妈妈要走 我妈妈这个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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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给我做晚餐 我的晚餐呢 你们家什么食材都没有 我怎么做呀 我给你叫外卖了 你自己看吧 别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别动 千万别动 白头发 一个白头发 你点点点 谢谢 谢谢 喂 杨大哥 我这儿有两个头发样本 你帮我做下DNA的比对 好 好 好 谢谢 你帅儿回来了 妈 她呢 你爸从来不做饭 今天夫说你回来了 抢着下厨房 说要给你做几个喜欢吃的菜 我去帮她 不要了 让她去做吧 来 喝点水 馨儿 来 你工作辛苦了 多吃点啊 对吗 好 馨儿 我去经浸队说明了情况 就等调查结果了 怎么了 爸妈 我出去一下 隋然 隋然 我也在着急等结果呢 一定要赶在股东大会之前 不然就来不及了 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给谁打电话呢 没谁没谁 一个朋友 这么紧张干什么 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 没有 没有没有 没什么没什么 那好吧 这几天都很累了 走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行吧 走吧 来 来 给你带点吃的 知道外面的饭菜不合你口味 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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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吃的 你做了凉样 你居然吃了素的 是吗 对 我看看 我看看 你说啊 这是什么事啊 为了躲避兰桥国际针锋相对的两伙人 我有加不能回 吃吧 那兰桥国际董事会 你准备怎么办 这个冯敬衙的手段啊 确实有些卑怜 但是呢 刘兰芝她自己的失职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 为了兰桥国际未来的发展啊 刘兰芝是该退下来了 那这么说你准备去了 是的 兰桥国际不是刘兰芝的 应该选一个年轻的专业的替代的 这也是为了股东负责 也是为了广大股民负责嘛 你说是吧 是啊 是啊 还记得这里吗 我当然记得了 攒够一百架飞机在这儿许愿来着 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可能还没有吧 为什么是可能 为什么 马上就股东大会了 这样下去我们不可能引爆 这个和你许的愿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愿望是 你可以幸福快乐 你觉得这次我输了会难过 当然了 你得失心这么重 要是没有兰桥的话 也不得跳楼啊 这次真的不会 很奇怪 在渐渐知道败局已定的时候 我反而越来越轻松了 可以舒展一下拳脚 做自己想做的 那这样下去的话 你这不是意外疯了 占了高和帅这两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怎么了 难道你喜欢的只是我的父吗 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 不喜欢我还在留言板上 写下我爱你 我就是随便乱写答 尽点心啊 要不要我帮你确认一下 听着 只有用心 才能看清真相 真正重要的东西 用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干什么呀你 无无聊啊 以为自己是男主角 好了 说正经的 我不起诉了 真的假 我知道如果虽然这个案子 这么查下去的话 最后会牵扯出很多人 宁兴也是受害者 让他们做替罪羊毫无疑 谢谢 冤枉就快要实现了 味道怎么样 再喝点 妈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跟你说成对不起 但骄傲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是妈妈这一生 最大的骄傲 姐 走了 张马 走 等下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我现在马上过来接你 是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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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坐吧 哈喽 谢谢 您进去看一下吧 是关于提议免除现任董事长刘兰芝女士的提案 我们先请发起人冯锦遥先生对提案进行诊书 黄总监 留董事长住院我们非常担心 希望他早日康复 董事长住院期间 蓝桥国际这个长年的基优股 暴跌百分之十八 而且前景堪忧 更可怕的是 根据这两年的财务报表增长乏力 在座的各位将要面临重大的损失 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其他的股东和广大的股民一个交代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观念成就 决策曾老化 我想今天的损失或许大家能够接受 那么未来呢 如果未来还是这样 我们还能接受吗 不以私利 为了公司和所有人的利益 我觉得董事长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所以必须要改变 只有改变才有未来 而这个未来 就在大家的面前 在所有的手中 谢谢 各位董事 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 刘董事长的近况 今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 他喝了一碗米粥 吃了个鸡蛋 他现在 语言和思维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 每天都会看两个小时的公司报告 他托我转达各位 表示问候和歉意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倒是不太同意 刚才冯总的一个观点 蓝桥国际的股价下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几次大的跌幅和震荡 都是出现在刘董事长出事的前后 之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最近的股市行情 蓝桥国际甚至开始出现中盘反弹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决策层的稳定 股权结构的稳定 经营理念的长期坚持和贯彻 造就了今天的蓝桥 我再重申一遍 蓝桥国际不但没有失控 而是在稳定地发展 谢谢 谢谢 喂 陈女士 您好 我是令夏 请问张 不不不 请问那个赵志伟赵先生 他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有急事 但是联系不上他 他呀 他去蓝桥国际参加董事会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蓝桥国际 好 好 总而言之 现在时代都变了 孩子也大了 我们老人家 是不是也该休息休息啊 胆桥 对吗 刘董事长刚刚病倒的时候 我曾经代表他 召集了一次全体董事会议 可惜大家没有给我这次机会 我非常地失望 也很困惑 我和麦卫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为蓝桥国际 先行一步 麦卫就是蓝桥国际的前沿 和试验田 所以现在 大家既是 为今天投票 更是为未来投票 刘董 我想你是不是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冯总 您大可不必这样 我想她早就人手一份了吧 原想在表决以后通知大家的 不过 现在通知也好 事情的原委各位想必都了解了 相关当事人我们已经报案 相关损失已经评估完毕 作为监管失查的责任人 刘董事长不回避责任 为了公司能够更加长久稳定的发展 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案 你怎么还堵车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不是坏事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我相信蓝桥国际 会越来越好 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赵叔叔 您终于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赵某来操受热闹 赵叔叔 请坐 好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和刘董事长 相处最多的一段日子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他 他顽强 坚韧 永不言败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包容 宽耗 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 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 今天来公司之前 他亲手交给我 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 这个告诉我 他记得你们在做的每一位同仁 记得你们为他 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赵志伟先生也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消息 是关于我母亲的绯闻 还有我的身世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管怎么样 刘兰芝对于兰桥国际 是一位称职的董事长 对于我来说 是位敬爱的母亲 赵叔叔 您说两句吧 各位 我不会带着个人一样 我会秉公投票的 混不了了 灵夏 你干吗呀 这样下去要不要躲到什么时候呢 我先走了 不是 灵夏 提案通过 刘兰芝女士不再担任兰桥国际董事长 现在启动第二项 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业 是拍摄的 太太 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王秘书问一下情况啊 不用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给训练师打个电话吧 该做手指的股沃训练 好的 我想说两句 今天的股东大会啊 我不希望是一场恩怨 是一场政变 而是为了生存 为了发展 土固纳心 是时代的更新 兰桥国际的未来 我是打心底里开心的 你们同样的优秀 干练 有活力 充满着欲望 可以说 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公司要发展 就要有新的领导者 我呢 对兰桥国际的经营 还有决策 总是置身失败 但是今天 我要为公司做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贡献 选出我心中 未来的董事长 这个人就是 赵丹桥 他能忍忍 眼光看得更远 而不仅仅是 唯利是图 我曾经是 埋为的顾客 他经营的这家公司 很有理念 对客户呢 也是真诚相待 更重要的是 他不但有坚实的 还有积极向上的团队 这说明什么了 说明他 具备了领导才能 刚才啊 他的陈述 我也看到了 你们中大多数 都是认可的 他靠的不是艰辛 而是真诚和坦率 所以 他更优秀啊 是真诚和坦率 董事会结束了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来晚了 不然结果不会是这样的 那你想要什么结局 难道你不想让我 接手蓝桥国际吗 天哪 成功了 我太棒了 我要谢谢你 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 不用谢我 我是为了蓝桥国际的发展 之所以选你 是因为你的能力和你的才华 我是蓝桥国际的股东 我总要为股民们负责呀 张先生 Ü às 您的 这 最乎是 这 这次 说睡了 这 这 就算了 那 咱们 得到了 这里 而且 咱们 去 啊 那 咱们 咱们 儿子 爸爸 太太 丹桥回来了 还有 还有先生 对不起 我愧对了你们母子 我知道那个事实这一枪 实在是太迟 太迟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儿父太太留念之词 误会了 为了这个家人 也打批不知辛劳的妻子 抛弃了我的亲生故事 我的儿子丹桥 我征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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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妈妈 为什么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 你为什么骗我 那又怎么样 无论如何你做到了 你帮妈妈扳倒了刘兰芝 儿子 你是好样子 一定要打败她 打败她 妈 这是怎么了 爸 你今天吃药了吗 我没病 我是这世界上最正常的女人 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芯 我的树洞里就再也没收到过留言 所以我帮你把账号恢复了 这么多年了 里面有你太多的秘密和回忆 我觉得应该还给你 怎么了 你不想要吗 谢谢你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你的 谢谢你陪我说了这么多年的废话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 没有你我是卖不过这道坎的 去吃点什么 都行 那好 砂锅还是烤串 刚上任董事长就请我吃这么多的东西啊 好啊 你想吃高大上的 那我就请你吃生蚝吧 二十八块钱一只的 够高当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次赢了也算你功不可恶 要不要奖励你一次欧洲游 喂 你好 请问是念夏小姐吗 我是 您之前提交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申请 经过我们审核已经通过了 今天呢 正式通知你 请你明天带身份证 护照等相关证件过来办理手续 太好了 谢谢 其实 我有新的计划 好啊 说来听听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 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落魄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正好遇到了招募志愿者 我也想逃避一切 所以就去报名了 而且做志愿者 是我一起来的梦想 我不同意你去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其实在麦威这段时间 没有觉得自己多好 也没有多差 但是我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 所以我想去帮助他们 反正我不同意 丹桥 丹桥 你听我说 丹桥 我累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要吃饭的话自己去吧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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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啊 丹桥 丹桥 我们距离失去所有 无家可归 有多远 我们曾经 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担多少压力 洪小豆 累了倦了就歇歇 没有太多的压力 你不需要背负别人的重担 现在是时候让我给你依靠 为你遮风挡雨了 书冬先生 如果有期限 你愿意等我多少年 无期限 无止境 初董先生 不如我们见面吧 太棒了 董事长 蓝桥股票就涨了 出去 下午两点 湖边走廊不见不散 了解 我 对 我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冬先生 你到了吗 三桥 两次都是我送你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不跟uated 能力 Why 是 阿贼 我 又是 ぜ 是 苦 入